美国国务卿希拉蕊在国会作证时表示 对伊朗核项目实施的制裁正在产生效果 影响着伊朗领导层的思维 但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核计划的评估存在分歧 以色列媒体报道希望美国总统欧巴马 能对伊朗发出明确的军事威胁 欧盟25国领袖 星期五签署了一项新的财政条约 避免欧元区17个国家因为债务太过庞大 再度引发危机 在欧盟27个成员国当中 只有英国和捷克决定不签署 美国国家航空及太空总署领导的研究显示 北极中年海滨范围在过去10年 大幅缩小了大约100万平方公里 可能加剧化学反应 导致有毒汞物质累积 网络上最近流传一则影片受到网友关注 国外一名小娃娃亲自操作咖啡机 要泡咖啡给妈妈喝 影片中见到妈妈先加满水 然后娃娃把咖啡机里的空罐子取出来 装上新的咖啡罐 再将机器的盖子盖紧 最后按下按钮 成功地完成咖啡机的操作 小娃娃对自己的表现也相当满意 新唐雅K电视正宜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杨茗 D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